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礼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希望国会更透明更进步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于 很多大家都关心的是食安问题 两个星期很短的时间就爆发了七起 我们说的是黑心商品 当然黑心的内容有很多 有的是被篡改了期限 有效期限的标签 还有的是原料过期 好 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谈一谈 我们说这个订定食安法 把罚则变得更严厉之后 看起来怎么还是有很多不肖业者呢 那么在包括检举 包括整个取缔的过程 是不是也应该进一步地改善 今天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先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几位来宾 首先是清大化学系的教授林永健 观众朋友好 好 我们接着欢迎是立法委员陈曼丽 大家好 好 继续欢迎是台大医学院 独理研究所的副教授江志刚 大家好 好 我们接着欢迎是董事基金会 食品阳祖的主任许惠玉 大家好 讨论记者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这个我们说的是 食品安全的问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在委员会当中 交通委员会进行端午的输运计划报告 由于这个国道暂停收费时间缩短了 并且定在凌晨三点 今天就有一些立委批评说 这个制度是不是反而扰民呢 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担心 没有办法分散车流 这是今天在委员会的情况 好 我们回到我们说食品安全问题 先来看这个报道 这个很多人都会吃的零食 虾味鲜 非常久的 非常传统的古早味零食 现在被爆发是使用了过期的原料 先来看这个新闻 88岁的洪宗喜 行动看起来有些不自如 被调查人员搀扶着 进高雄地检署负训 总统长 你们真的要过期的原料 对 根据了解 年纪一大把的洪宗喜 在负训过程一度泪流满面 强调自己没办法面面俱到管理公司 才会造成员工误用过期原料 不过检方认为 他经营公司数十年 对产品生产流程应该都能掌握 询问五个小时后 还是将他列为被告 预令五百万交保 除了洪宗喜之外 第一线接触原料采购的经理和厂长 则被预令三十万交保 而分别担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洪宗喜子女 则因为负责拓展海外业务被请回 早有准备的亲友搬来五百六十万现金 交保的三人 在律师和亲友的配同下 周六凌晨走出地检署 洪宗喜从开设置冰厂起家 随后跨足远洋渔业 在台湾经济起飞时 以日本先辈发响 一举让虾味先成为国民临时的代名词 育荣食品目前的应变 是产品下架和提供退货 但不止过期原料问题 厂内卫生环境也多次稽查不合格 根本解决品管问题 才是挽救消费信心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月来 发生了还蛮多起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光是今年三月跟五月 就有这么多的 我们说查出来有问题的食品 包括在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远东油脂乳马林是过期 然后再制 另外是还有用工业用的石灰来做冬瓜糖 然后再去做我们说的摇摇杯饮料来喝 还有再来是五月份的时候 当然发生了很多起的事件 包括了有卖有机的养生的食品的公司 居然卖了过期七年的腰果 还有是布丁用了过期香料 卖凤梨酥的店家 把这个商品及其品改标 然后延长它的有效期限再拿去卖 再来是虾味先刚刚看到 使用过期的原料添加物 还有是有海产的业者 把这个冷冻的这个海鲜 过期的也拿出来买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有农产品 是过期的肉品都拿出来买了 好 这些都是大家平常都会吃到的 也不是说什么很罕见的食物 我们就来 我先请问一下委员 大家会说现在要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把 每次都是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之后 就会说那我们法 是不是法则再定更严一点 然后把这个罚则定得在罚的罚金再高一点 现在就连现在也是有一些专家认为说 我们应该罚重一点 让业者才会觉得会痛会怕 你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可以做的吗 其实现在提高罚金 因为我们那个食安法已经修了好几次了 大概都已经提到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该要罚款的都最上线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还层出不穷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饮食安全 特别关注 所以大家等于是说在无形当中 就会对这样的问题有那个敏锐度 那当然媒体也会有这样的消息 就会揭露 就会报道 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个案子是层出不穷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就表示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不是完全的冷感漠视 而是说大家非常的在意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说过去 其实我记我小时候 我最常听到我阿嬷讲的一句话 就是蜡蜡蜡蜡 好像就是说这个是经过高温消毒了以后 大家都没事了 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子的观念 就会觉得说你东西如果是说 已经过期了 那就是不行了 那甚至有的人就会觉得是说 如果说像刚刚主持人报道的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个问题就过期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 所以这两个大原因 就会让我们看到了食安问题 它等于是说它在提高它的罚则 可是如果是说还是有一些的黑心商人 它还是重新从这个里面 它还是会做一些的手脚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一般的消费者 不太容易判断 那如果能够判断的最容易就是说 它是不是有改标 因为如果改标的话可能就是说 改标的那个人他就很容易知道说 你看我的老板黑心了 他就马上会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那另外可能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有些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 大家也会特别看一下那个时间点 那我在这边也是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 你的东西就会有个制造日期 制造日期了以后 其实应该会要有个散位期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内吃是最好的 最好吃的而且也就是最安全的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会定一个 就是说保存期 保存期的话一般如果是说 我们的这个生产者大概都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多久 甚至他也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多久以后 它就是比较不好了 所以它都会有个有效期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注意到 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的一些的 有效期限的标志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散装货 因为散装货的话 你可能不太知道是说 它到底是多久的时候制造 多久的时候它是它的一个 就是保存期 甚至就是说它是不是已经失去 它的这个应该要有的有效期间 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我们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常会注意到是说 它是不是应该要有个包装 那这个包装的话你就要注明 所以有些时候你如果去买一个牛肉干的话 你可能也会发现是说你买牛肉干之后 它上面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今天的日期 然后你希望你三天或者一个礼拜 就把它吃完 其实希望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说食品的有效效期 等一下我们要好好再来谈说 当然这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可以来讨论 我们会说先从发生事件来看 刚刚问到委员说 有人认为罚则要变更严 这样会有用吗 我要接着请教主任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法律的规定一直都在 重点是我们的茶器的力道 或者是我们茶器的人力 你自己怎么看 我们会说这个茶不完 尤其是这几个爆出来的事情 很多都是其实反而是民众检举的 是 看起来都是吹哨者 是吹哨者在检举 那讲法则 其实我们的食品的法律已经是 包括跟医药比跟农药比 我们已经是最严了 可是我们的这样子这么高的这么严的 可是我们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所以就回到说我们的这个茶器的人 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公平 如果不公平 大家就起了侥幸的心理 那这个公平原则 包括我们的茶器人员的素养 我以前说人力不够 我认为现在人力非常的充裕 以至于说反而是素养要提升 然后他们要受到保护 因为我们现在的食安的文化 还有待改进 就是回到说我们的台湾的 这个食安的法则的方式 还有它的严格的情况比起 各国都已经算是很严格了 为什么我们的食安法 这样还是搭还是心存侥幸 当然有很多是逻辑的问题 就回到现在的有效期限 那为什么业者会心存侥幸 那原因就是说在 比如说我们在欧美国家 欧洲啦 欧洲美国没有 包括日本 它现在都用赏位期限来看 它是没有有效期限 那如果过了有效期限 就法律而言它一定是违法 可是赏位期限就没有 它有很大的存疑空间 那还跟各位再解释一点 其实有效期限 为什么它是说它是一个法律名词 我们的添加物 比如它的食材 在昨天到期 那我昨天重新制造了一个东西 重新制造 比如说我的凤梨 要做一个凤梨书 不管它是冬瓜还是凤梨 那再来做 原来是酱 然后要做成书的时候 它有效期限是重新算起的 所以说 那我们当然我们有一个指引说 来规定说有效期限 它应该怎么算法 是我们有一个实验的原则和公式 可以算出有效期限 可是我们的厂商常常碍于 它也许可以保存五年 可是它不好意思 它不敢标五年 因为我们的民众可能觉得 这是 就是怎么可能放那么久 一定加了防护剂 所以它可能就是标三年两年 那实际在理论上 它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你看日本的罐头食品 它是没有在标示有效期限 那现在德国也都是 把这个事情就解除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许在法律的面 我们可以再去讨论 好 这个有效期限 大家都很想要谈一样子 不过 好 接着问委员 也有人说 为什么这个老板 就是商家 他们愿意要这样 我们说算不算是铤而走险 就是把他们认为 已经过期的东西 还是要再继续买 是因为其实他们要处理掉那些 所谓过期的一些食材 废弃物 还是要花很多的力 很多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宁可 就是这样还继续拿出来用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善呢 我想可能是很多商家 他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买过量 如果说我其实我只要用100公斤的 可是我如果买到150公斤 可能会比较便宜 还是说他买150公斤的话 他会觉得 他可能会多准备一些的量 在他的仓库里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东西 总是会多出来 多出来 那多出来的话 基本上他就应该要丢掉的 可是如果商家自己舍不得的话 他会觉得说看起来还好好的 那他就会把它放在他的仓库里面 继续摆着 可是这个东西对于一些的 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现在的就是食药署 或者是卫生局 他们在检查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去翻箱倒柜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说有些东西 为什么你在你的仓库里面放了9年呢 大家就会觉得这好可怕 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说 你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控管 你的管理没有管理得很好的话 你的东西就可能是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老板一定说 我都没有用我都没有用 可是谁相信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如果东西已经是过期的 你就真的是要给它淘汰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说 我们常常都会是说 你的东西的原料成本 其实并不是占到你的成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量 所以反而是我们说 管销费用才是比较高的成本 甚至有一些产品 他如果经常做广告的话 他很大的产品的成本 是他的广告费啊 所以我们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呼吁一下 就是所有的老板们 你们对于那个食材的保管 一定是说一定要非常的安全 而且你对于那个食材 如果说真的过期了 就真的要把它处理掉 就不要是说把它摆在那边 所以我们才会是说 吹哨者啊 你要请你的员工 也帮忙注意一下这一块 不过我要接着请教教授 如果不管是从教授身份 或是从一般消费者的身份来说 当然看到这个情况 有人说 当然检局或者是去查契都有 但是食材署自己也说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过期产品流向 其实是无从查证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其实应该要 我们能不能用 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要 能不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至少我们能掌握它哪些东西是理论上应该要过期的 这个有办法去做的吗 我想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讲的食品 一个是包括它的原料 物料 那一个是食品 那两个加起来就是食物 那这两个的话 按照规定 我们大概都是有有效期限 那这个有效期限 你要是进货的时候 你应该就会有一个日期了 那你就要有这个标示 那你这个有这个标示 那假如说你工厂管理够好的话 你实际上这些都会有 而且一般一定是先进先出 所以我觉得这是工厂管理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这些食品工厂 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大 都还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是政府要去辅导 那假如说真的有一些是做不来 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我们民众的安全 这个可能就要有退场 第一个政府要去叫他们就是说 怎么样去进货 然后先进先出 那这个一般我们在买任何东西 自己家里大概也都是这样 那第二点的话 这个是管理面 第二点 假如说站在一个消费者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些 新的科技进来 譬如说好了 假如说今天这个食品 它是一定是要冷冻 才能够有这个长的保存期限 那我们常知道有些 尤其我们买这个冷冻食品好了 你到家里的时候 发觉怎么变形呢 它可能是在中间已经给你解冻过了 又给你再动起来 那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们在外头就是有一个小标示 这个标示你只要再暴露高的温度以下 它就改变颜色 这个都有 就是新的这一些 所以一个从管理层面 一个从包装层面 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去做这一些有效的管理 不过我觉得比较重要对消费者来说 还是一样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跟消费者说 消费者买东西一定要去看标签 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信得过 那假如说这个标签 要是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我们是有有效日期保存期限 我们都划规应该就是这两个 是 但是中间 两个 保存期限有效日期 那中间还有一个赏位期 它不一定要标志 因为还没有谈到这个 有效期限相关的问题 是 其实应该是有效日期是 食品安全卫生法里面 那粮食管理法里面是保存期限 健康食品管理法里面是有效期限 跟保存期限 其实没有赏位期限在法律的名词里面 这个是没有的 那可是在日本长期在使用当中 那这一次这么多过期的相关的食品的事件里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知道 我们的食药署到底有没有查 有啊 前几天不是徐国勇徐发言人就讲说 ABC某几项是他们是查出来了 我相信是有在查的 那同样的也是有吹哨的一个基准之下 也有爆发出来几个案子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们很清楚的 请问我们现在的能量 有办法可以达到所有全面查器 刚才主委刚才提到说我们人很多 我们的厂有多少 这更可怕 数十万的厂 大大小小 有很多的小厂 你没有办法去查 所以我其实特别要去强调这件事情是只有内行人才能够管内行 我本身是临床的医师 我们很清楚的 我们国家怎么管医生 叫做有一个叫做医测会 那就是一个医师团体跟卫福部相关的 所以只有所谓的业者的自主管理 跟我们的工部门跟市部门之间的公司协力 才有办法去把这件事情管好 那只要掐住脖子 因为业者你必须要自主的管好 只有你才知道你的有没有过期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过期 假如你都是要用去查器这件事情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矿石费力的 而且是最下游的 一天到晚去查 上游就刚刚才林教授特别提到的 可以想象要有如何的管理现在的电脑化 如何让你的进出的货 让它避免它过期 那因为还没有谈到我们的所谓的保存期限 什么有效期 有效日期等等 我们先讲有效日期 其实就如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的 其实欧洲对于相关的一些议题里面 我们从过去的人类食品安全 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叫做吃饱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要吃好 满汉全息 到后来是叫什么 要吃得巧 现在我们要求都是要吃健康 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前提之下 造成的一个结果是 我们都是要吃健康的 所以对于有效日期 过期的 怎么会是健康这件事情 是很suffer的 可是呢 这个日期的订定 其实在现今的一个保存的环境之下 或许有很多可以去重新思考 跟订定的一个基准 那待会可能可以有机会 我们可以讨论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对后我们再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提到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么到底过期的东西 还能不能够吃呢 当然有很多业者 他们还是把过期的 譬如说海鲜 继续改了标签之后再卖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进到冷冻库 茶器人员都穿着厚外套 还拉起了帽子 免得被冻到头都痛了 这个冷冻仓储位在台中市南屯区 台中市卫生局突击发现 现场的冷冻鲍鱼产品 本来在五月初就到期了 业者却涉嫌更改有效日期 重新贴标 谎称到期日是明年五月 要欺骗消费者 现场还查出了冷冻戈背白虾仁 在上个月五号就过期 业者却继续储藏在仓库里 令人怀疑业者是不是 也打算改标继续买 白虾仁 这个产品一共是60箱 共计648公斤 鲍鱼和虾仁由卫生局 折付业者保管 如果业者违法贩卖过期食品 可处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的罚还 如果还改标 就涉及诈欺 要移情减调后续整办 好 我们来看刚刚说 罚则罚高一点的话 业者会不会比较 不敢挺而走险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针对食安法的里面 黑心食品的罚则有哪些呢 如果让你治危害人体健康的话 那么就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病科 一亿元以下的罚金 如果是重伤的话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一亿五千万元以下的罚金 另外是治人与死的话 无期徒刑 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后病科是两亿元以上的罚金 好 这的确是 都还蛮重的 我们接着就来看 那么现在发生这些事件 我们说的开罚情况呢 刚刚说的几个 我们说的食品问题的 包括乳马铃过期再治的情况 罚了240万 好 海鲜呢 冷冻的海鲜改了标签 那么罚了480万 好 另外使用过期原料 分别罚7万9万 贩卖过期肉品是罚1200万 都要看情节的轻重 好 那么我就要先问一下 我先问医生好了啦 江医师 大家会说民众其实关心的是 这些过期的东西 到底还能不能吃嘛 对不对 因为刚刚大家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赏味期限 保存期限 其实这些这么多 民众看了之后 只想知道说到底 我在什么时候之前吃的会没事 你自己来看啦 这几个这样的情况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吗 事实上海鲜如果它动起来 是不是就没事了 我们常常在食品安全的议题当中 被提到 刚才提到罚则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有害健康 第二个是有造成的直接伤害 第三个是致死 吃东西要吃到这个阶段 那台湾的医疗 怎么可能那么逊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根据台大跟国务院的一些调查 我们食原性的一些造成的疾病 在我们门急诊 有人说是5%到30%是高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食品 食物是在安全的范围内的食用 我相信是必要的 那这个必要 目前的判断基准是什么 就是有效日期嘛 所以在有效日期以后 到底它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是不是吃了就会怎么样 我们的推论是这样 因为这些食品是保存的 所以超过了有效日期 我们常常提到是 它对健康的风险 是危害是加深的加高的 但是产生食害直接身体产生伤害的机会 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看得到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在茫茫未知的当中 用有效日期这样子的界定 当作是一个频段的基准 我觉得是消费者最基本 也是唯一可以依靠的 否则要依靠什么 那相对的一个很重要议题是 这有效日期在现今这么高度的一些科技化 有些冷冻的食品超低温可以负40、80度 像我们的一些简体里面 天皇地久都不会坏掉 所以现在这种前提之下 对于这些产品的冷冻 保存的日期 有效日期该怎么重新订定 就我知道在台湾大学食品科学研究所的相关的师长们 其实针对这个议题 重新去把它给抓出来 如何去订定最科学的 我想这是必要的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现在面对现在潜在过期的 可不可以吃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面临的是食物银行的异体 所以在于如何让我们这些食物食品 在有效期限之内的集齐品 就能够有效的应用 建立集齐品的流通的银行 以及集齐品能够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可能价位是很便宜的 它也可以消费得起 也可以在健康上得到维护 这就是最好两千取美 其美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政府跟民间同时去公司协力的前提之下 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有当务之急 这的确是一个方法 主任这边要补充 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 如果说按照医师这样 他认为如果你真的分个赏位期限 这样反而会不会 其实是混淆消费者呢 回到说我们刚才第一张图卡 就讲到说我们的食案 你看我们有这么严格的罚款 其实罚款都上亿 可是我们有最高就一千两百万 刚才罚了只有几十万 甚至几十万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很难举证 我们食物要危害人体的健康 这个部分很难举证 因为我们还吃别的食物 然后还有它是有剂量的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原来的体质 就像你喝咖啡不会怎么样 那我喝到咖啡会 一点点我就会心悸 每个人体质有不同 所以它这个部分很难举证 所以说虽然我们有 算是很严苛的法律 可是没有办法去执行 那这是一个面向 那第二个也提到说 刚才讲说这个安全看不到 我们说卫山还很容易发现 因为48小时 如果你就是上吐下陷 如果没有症状 大概就不是卫生的问题 可安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看不到 摸不着也看不 长相也看不出来 所以其实一个保存期限 也许是一个消费者 可以依循的指标之一 可是这句话说 这个消费期限 它其实是一个概念而已 因为食物不过期不代表好 它过期了也代表不好 如果从我们专业 可是我讲这个话 在消费面前是没有办法讲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判断的能力 那回到我们说那个食物 为什么说它不过期也不OK 那还牵扯到储存条件 我曾经开一个会 去讲牛奶的保存期限 它说规定不能超过两星期 因为我们那时候牛奶 因为乳原不够 我们就从国外进口 那各位看到它叫鲜奶 还可以保存一年半年 消费者会封了 它是不是加东西 实际上不是的 如果我们的就回到说 那很有趣 如果源头的食物是干净的 它的制造环境是干净的 或者它加上高温杀菌 或无菌包装 它的制成是非常干净的 它当然它的保存期限 会拉得很长 如果它源头就是不够干净的 它一定要 要嘛就后面就要处置很多了 要加所谓的防腐剂 那现在我们说 它加的不是防腐剂 可是它比防腐剂 更有防腐的效果 叫食品改良剂 那这样的一个混合之下 它背后它的保存期限也不会太长 我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就越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它其实越容易坏掉 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就短 那我只要把它营养统统去掉 譬如说我面粉里面有蛋白质 还有维生素块 我只要把这个去掉 剩下很纯淀粉的东西 那我相对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它就用这个方式来增加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消费者其实透过节目一样 透过大家这个上课也好 就是说它需要被教育 就是保存期限长 它不见得加防腐剂 其实我们的低水活性 就是我们的水含量 是低于百分之 这个就少于百分之十五 或者是它是高酸性 高酸性的食物 它本来它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所以人家说泡面是加防腐剂 或者是它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们的鲜奶它为什么 它也不能加防腐剂 所以它用一个制成 制成它可能在台湾 在欧美国家 我们就用高温杀菌 叫无菌包装 它就可以放比较久 它不需要加防腐剂 它也不能在我们的规定上 也不能加防腐剂 那这样的我们的消费者应该 就是竟然有这样的概念 不然它其实会伤荷包 当然也会进不伤身 现在很多人来讨论说 这个食品的 当然安全的问题 还有我们不要浪费食物的问题 所以刚刚医生也会说 我们是不是也要建立 极其食品食物银行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不要浪费食物 就会告诉大家说 有些东西也许过期了几天 好像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们说很多民众 不一定能够判断 所以我要问一下教授 就算说你东西放很久 说有些东西是 譬如说你冷冻 你可以放多久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例外情况 你要有一些前提 它才可以放那么久 是这样子吗 对 我们一般说 它的这一个有效期限 就是在它特定的 环境条件之下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 就是那个像那个冰淇淋 冰棒 冰棒 我那个有照相 它写它是两个月 但是那个你一拿出来 你要是五分钟不吃掉的话 大概就溶掉了 所以一定是要它所指定的 那个环境条件之下 所以说先来 从国外运过来 这个是OK 因为它已经先消毒过了 这个是OK 那我觉得现在 比较重要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一些消费者 要怎么样来判定 对 这个我来之前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下功课 我去查 我只查到一篇paper 大概2014年比利时 他们大概就对了 大概900个家庭 他们就去调查 就是说这些家庭 他们对欧洲的这个标示法 那他们是 Use by 跟Use before 就是在什么之前要用 那什么之前最好用 就是我们一个赏味期 一个是有效期 我们可以 所以他们就去问他们 结果呢各位可以猜想到 这些家庭 他们只能去判定 判定这个食品是不是有过期 文艺文 用文的吗 真的吗 用看的 用文的 用文的 这是最多 然后接下来才是看标示 是 然后再接下来才是吃吃看 就是主要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一般在家庭里面 我们一般在家里面 像我昨天有一些 在照我自己家的东西 我一看 哇这个都是历史食品 不过我应该还可以吃 因为我从来没有 我没有开封过 但我太太一定不同意 没有开封就可以吃吗 这个是不是也不一定 保存的方法 大概也很好 标准 因为我们现在说 要标示这些 都是包装食品 所以刚刚瑋云有讲到 散装食品 这个永远是消忌惠 在做调查的一个痛处 因为散装食品 我们调查到不合格 一定比包装食品来的为高 但是散装食品 我们就是调查到 就只到此为止 因为政府也追不下去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 告诉消费者 你今天要买散装食品 散装食品有些真的是不错 不过你一定要跟你熟悉的商家 可以信任过的 小龙小商家 这个可以去 所以刚刚还是回答来说 我觉得就是这个标示很重要 那站在消忌惠这个立场 我们觉得 第一个还是就是要看标示 那这个标示里面有效期限 应该在食品法规里面 大概是第一法 就是一翻两瞪眼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这一个有效期限 至少政府定这个时候是说 超过这个期限 这个食品 它的品质或是安全 已经是可余力 至少在法规上 但实际上不见得 实际上不见得 因为我们家里常常有些东西 也是会超过 但是余法 那个政府一定是照那样去吃 那我们也是会跟消费者去说 或许你自己就是要看那一个 那有赏位期限 我们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可以把这个观念导进去 因为赏位期限就是刚刚讲 不是只是要吃安全 现在更重要的是 要持续健康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 一定是要导进去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去推 譬如说有些厂商 可以厂商自己先来推这个 而不是一定是要政府来定 所以医生也会觉得说 我们要在一个食品的标签上面贴 制造日期、赏位的期限 过期的那个有效期限 这几个标注吗 我觉得现在把这几个日期节放上去 其实蛮confusion的 会有一些些混乱 那对于我们现在 我们食品上面的标示的概念 应该有一点点转变 有一点点转换 真的一定要用所谓的 有效日期这种一翻两瞪眼 那真的是纯粹法律的用法 那对于我们未来标示 就我了解的食品食药储 对于赏位期限这几个字 他定义的想法是这样 假如这个厂商未提出更新的有效日期 就以赏位期限 赏位日期 当做是有效日期 来做管理 那目前我看到的是这样 那这样子管理合不合理 或许还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毕竟这些食品 因为单纯的所谓的赏位期限 已经过了 那本身食品是好的 新鲜的或许还可以食用 那也对健康无余 那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他的思考的方法是完全不同 刚才提到有效日期 在整个定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对于每一些食品 会分析它本身裂变的一些因子 然后评估它的品质 接下来呢 会根据这些实验出来的结果 去定出来说 在某个日期以上 某个保存条件以后 它会产生变值的机会是变高了 所以为了保持这个安全 以及健康的一个前提之下 把它定下来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觉得 对于有效日期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消费者最后的一个关卡 你没有这条关卡会很困难 我再打断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在谈理论 第一个刚刚在讲划很严 在消继会的立场全部都划不到 然后刚刚有在说 我们现在也是反矩阵了 我们食安法第一次修的时候 已经这个矩阵的原则已经转了 但是现在法官他不采纳 这是消继会也认为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说食药署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讲立法 我觉得在食安这一块 我觉得立法我会给他打的分数蛮高 因为当初好像陈委员那时候 还不是委员 我们都有努力 要把一些新的观念都进去了 那接下来是职华 职华我觉得是像这一次 实际上有一些真的是第一线的机察员 到食品工厂里面看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也去肯定 但职华这一块 我觉得我刚刚就讲 一个管理一个科技 等一下最后或许我可以秀 人家国外是怎么做 我们现在还是土法炼钢 然后把第一线的机察员 真的是一旦有事件的时候 他真的是最累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是不是在预算里面 要怎么去把这些新的这些科技管理 譬如说到现场去 因为我有在做这个毒品方面的 毒品我们要在意一下 在现场是不是拿到一个 我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要不要 跟检察官报 是不是可以先暂时去 而不是送回去等两个礼拜再回来 什么都没了 所以我们要一些科技管理 还有一些科技 这个是我觉得也可以做的 所以一个就是这一个 我们这些话很严 但是是做不到 那第二个刚刚讲就是 我们也有订那个包装食品的 那个怎么样去订那个日期 一般的大家做法 应该是会比照其他的食品来推算 因为你要去做一个那样子 我们再说那是一个老化实验 那个是要花多少钱 不可能 我们的工厂真的是算的是为例 这个是绝对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 比较简便的方法 政府管理不能够是理论 对 所以我想 其实像我最近在立法院 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立法院 在立法的时候 都是那个当下的氛围 如果说我们食安事情很多的时候 很严重的时候 全民都非常的反感 你就会看到我定出来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这样子的一个食安法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去采取它的一个标准 一定是有人先提出来一个数字 然后大家再来说 这个数字可以不可以 那比如说我们说 一杯咖啡 它的保存期限是三个月 那但是一定有人说 三个月可能不行 可能只能够三天 那你就要在这当中 一直在那边去谋合 然后一直去论述 一直去证明说 这样子到底是应该是三天 还是三个月 所以在这个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讨论 所以常常就会 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利益团体 他们也会来立法院游说 如果说是消费者 他的游说的内容 和这个厂商 他们游说的内容 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 大家在那个游说内容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去找更多更多的支撑点 支撑说我这个要定的这么严 是有我的理由 那这边就告诉你说 其实不用那么严 还是很安全的 那所以我常常在立法院里面会看到 这个的讨论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种彼此之间 我们在讲述说就是在拔河 那当然到后来会有一个 大家最可以接受的那个部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定了 保存期限是半年 有些是两年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经验法则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到哪里了 我们生产技术到哪里了 我们保存的方法到哪里了 那你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展颜 那个都要有很多很多的辩论 那所以我常常会看到 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比较争议大的东西 大家会想要赶快拿出来讨论 因为那个东西是大家特别关切的 那反而是争议很小的东西 他的立法可能也很快的过 但是你就会看到是说 他过的时候一点新闻信都没有 所以媒体也被报导 然后消费者可能也都 没有太关心 但是你就会看到说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食品安全 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每一次有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就看到几乎每一家媒体 通通都会来做报导 所以消费者对这个讯息 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知识面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甚至你也看到这样子的 谈论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不过我以为你刚刚拿这个牌子 就是说刚刚如果说照大家这样谈下来的话 你自己觉得说如果我们 我们可以参考国外也是有一个 标示场位期限吗? 还是说其实有点会让民众混淆? 你自己的看法 所以它的日期不能够太复杂 你不可能在那个上面 就是说有三种日期在那边 然后让消费者去看说 制造日期什么时候 展位日期什么时候 那个有效期限又是什么时候 你不能这样子 你可能只能够是说 我制造日期什么时候 然后另外一个就再选一个日期 那因为像台湾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有效日期 有效期限来做一个规范 但是如果说像日本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建议的散位期 那那个散位期他是建议的 那当然说散位期之后 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吃了呢? 如果说他保存得很好的话 他没有变质 说不定有一些非常的简朴的人 他会觉得说吃了好像也没关系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的严谨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过一天也不能吃 要不然的话 我就曾经看过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的那个鸡蛋呢 就是过期了 结果我就看他真的 就把那个所有的鸡蛋 都还没打开来 就是那个冰箱里面的鸡蛋 他就觉得过期了 就把所有的鸡蛋都要丢掉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经验法则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的 以我是来说我以前在主妇联盟 我们就会知道是说 其实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说不要买太大量 你吃多少买多少 你就不要是说 你的东西买回家了以后 还要放很久 然后你就发现说 买的到时候就过期了 然后你就要丢掉 又觉得很罪恶感 所以我想说 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的 这种经验的法则 那如果是说你是一个上班族 你都是在外面吃饭 然后你都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家里面 自己调配食物的话 你可能你买东西的时候 是一时高兴 你觉得我也想吃这个 也想吃这个 就一下就买了很多 可是你肚子就这么小 你也吃不完 所以到时候就是要淘汰掉 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就是说 每个人要做自己的生活管理师 那当然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供应商的话 你是一个业者 你当然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弄到一个大家认为是说最佳品质 甚至最佳的状况 好 主任要补充 对 我补充一下 目前就十安法里面 它其实就一个标示 就是有效期限 那制造日期是在别的法里面 有的人就是自己觉得这样子 让消费者更清楚 那我们在看国外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 像日本的话 那个赏位期限它只折衣 那有些糕炳会有两个 就是说两个 它的那个说明没有太复杂 所以我觉得赏位期限在我们 因为我们讲盛食的政策 台湾是很弱的 在国际上其实是做得很 就是人家都有数字出来 我们连这个提报这个数字都还没有 所以很多人在没有吃饱 在台湾也是 我笑说我都每次上课都说 你注意一下 不要说别的乡镇 台北市 都很多人在垃圾桶找食物 如果注意的话 穿得整整齐齐的 可是他年纪也不大 可是他会在垃圾 我们以前都觉得 但是他在找环保资源 不是 他是在找食物 所以很多人是没有饭吃的时候 那你看在这种找食物 还在乎有效期限吗 不见得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 真的是有必要去重新思考 这个赏位期限有效日期的定定 那刚才讲说 很多其实是没有有效 像盐 糖 可是按于规定 它现在一定要标 可是过期不OK 其实是OK的 可是它就违法了 这是伤老金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怕麻烦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说 有赏位期限的 有些还是有 因为我们民众 还是要有个有效的 以至于可以有依序 可是依食物类别 也有所不同 可能民众要再重新再教育一下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 因为在行政上管理 或只是管理上面的便捷而已 所以定了这样的日期之后 反正这条线画下去之后 谁采线谁就犯规了 那在食品科学跟食品营养的管理的层面上来讲 去面对这样的食物 是不是要重新去思考的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 那至于我们这个事件里面 对于行政单位看到所谓的稽查之后 被稽查出来的 那稽查出来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导的过程中 会担心 那对于民众来讲 我觉得能够避就先避一下吧 到底我们的法规面 同样是过这个有效日期 那它有效日期对身体的差异 或者健康的损害到底是在哪里 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那只能够以消费者为最高的保护额为原则 去保护它把食品有效期间过了 目前先暂时这样看 未来要怎么样 应该是尽早去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 好我们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等我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好我们提到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都非常有很多的意见 我以为你要做一个结论 好我想就是说法律的订定 事实上它是一个责任的归属 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就是说 它责任归属归得很清楚的时候 到后来要再去增值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基础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它如果是在店家卖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的归属 是属于店家的 但是你把它买回家了以后 你消费者你自己怎么处理 那是你消费者自己要去负的责任 那个就不是店家的责任 所以我想说这个责任的归属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提供者 你也是要为你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在提供的过程当中你要负责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在法律的这种辩证的时候 大家其实一直就在吵说 那条线到底要画在哪里 你的线画得越清楚的时候 后来的惩罚或者说后来的责任 大家就很清楚了 教授我刚刚也要延续讲管理的问题吗 是 我觉得立法 我们已经跟国际是同步了 甚至是更严了 那接下来是执法 执法我觉得要把这个科学 因为我们的实案法里面就是科学原则 透明原则这些 那科学我觉得科技 我们真的是用的太少了 我们让第一线的人真的是瞎忙 这个是在执法这一块 甚至是透过一些IT的这些管理 那另外一个是在司法 我们常说 是不是以后我们司法官训练里面 至少给一个 给一个中头吧 去介绍史安法或是环保法 因为现在有很多真正是同样一个案件 在不同的法官判出来的结果 真的是差异非常非常大 那这个对民众来说真的是搞不懂了 也很难接受 所以我觉得是立法 目前我们已经告一段落 因为已经被逼到不能够再 强度不能够再争了 现在反而是有这么好的法 我们执法大家要怎么努力 能够落实 那最后假如说是执法完之后 实际上按照国家是问责 就是执法里面到底有没有做到 那最后就是到法院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要大家一起努力 要不然真的就是每一个环节有落实 但是大概整个就破功了 对 好 张医师这边 刚才提到的是一些诉讼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这过程大家都已经忘了 所以其实有没有可能一些参考一些公害的 一些纠纷处理法 把实安法纳入有相关所谓的ADR Waternal Disputed Resolution 就是诉讼外的纷争解决之机制 让相关的我们的消费者 很快速的能够应变 而且能够得到厂商 尤其在风头上面的时候 有些人只敢押着上架 该赔的 该做的 就已经要先乘储下来 免得我们今天看一千两百万 到时候我们看看到底会是多少钱 我不知道 好 最后主任 我觉得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是蛮重要 虽然我们现在有法律 而且还蛮严格的 所以在执法面 我们一直都在讲执法 我觉得那个执法人员的素养和公平性 因为其实我们有杀机进口的效果 我们不需要每间去稽查 可是这个稽查 只要让它能量度出来 它就有个公平的这个 让厂商觉得它是公平的 它为什么要它要挺而走起 因为它有那个机会 它说万一我被查到 是万一 可是它只要看到那个被查到的下场 或者说有一个它觉得是公平的 它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不希望是劣币驱逐良币的 所以我们很 这样才让食品能安全 我们消费能安心 刚刚讲到素养的问题 我想要最问是说 该不会有些茶器人员到了现场 可能还没有办法发现问题点 会有这种情况吗 倒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也看过很多厂商 厂商在第一时间 它会先挑战你的素养 它会用很多事情来刁难你 更重要很多时候 现在好多了 可是还是有 我以前都说 这个佐水西西南 看起来不是 这已经 除了大台北地区 我不要讲那么白 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第一线上 他回去就被告 他有说不完的 写不完的报告 他会被相关人员就是 对 这个是 这是需要 他其实他在执法上 他需要被保护 不然他去执法 他太公正公平 他其实他受到的背后 是一连串的掉 所以他会受到的 事情 那就不要再去执法 你能重新带